大家好,这里是雨昕 这期视频呢,给你们分享一个软桃的技巧 就是在做软桃使用压面机的时候 怎么样防止软桃黏在压面机上 我们需要的材料呢,就是这个烘焙纸 打印纸的话也可以 但打印纸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滚的次数太多的话 可能你的软桃会黏在打印纸上面 但是烘焙纸和软桃并不会黏在一起 而且烘焙纸非常的便宜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烘焙纸 拿出烘焙纸之后呢 你可以摸一下你的烘焙纸 有一面更光滑一点 你就要用那个光滑的一面朝上 也就是用光滑的那一面去接触你的软桃 因为光滑的那一面呢,更不容易和你的软桃黏在一起 下一步呢,就是拿出一块软桃 然后把软桃放在这个烘焙纸的中间 把它夹起来,像夹三明治一样 但是你放软桃的时候呢,也要记住 不要放到最底下 就是不要把软桃夹在最底下 就是你夹软桃的时候 一定要在底下留一些缝隙 这样你就可以边拉边滚 不然的话呢,就很难给它 然后之前有姐妹评论 为什么有时候我就突然说英语了 你就像这个地方 如果我说中文的话呢,就会说 不然的话就很难让它滚出去 就很奇怪 好了,言归正传 就是你看这种边拉 然后你边滚的话呢,就会很容易 对不对 而且你看,弄出来的软桃就非常的干净 即使有一点点灰尘也非常的好清理 拿酒精就可以轻轻的给它擦掉 如果不用烘焙纸 即使你是天天清理你的鸭棉机 滚白色的时候也会不小心沾上其他的颜色 希望这个小技巧有帮助到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